耶利米书第35章 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静做王的日子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交谈 令他们进入耶和华店里的一个房间 给他们酒喝 于是我把哈巴喜尼亚的孙子 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 以及他的兄弟 他的众子和利甲全族的人 都领进耶和华的店里 进了神人一鸡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房间 这房间是在众领袖的房间旁边 在沙龙的儿子守卫店门的 马西亚的房间上面 然后我把盛满酒的酒壶和酒杯 摆放在利甲族人的面前 对他们说请喝酒 但他们说我们不喝酒 因为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 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永远都不可喝酒 你们也不可建造房屋 不可撒种 不可栽种 或拥有葡萄园 你们一生的日子只可住帐篷 使你们在寄居的地上活得长久 我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我们都听从了 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 终生都不喝酒 不建造房屋居住 也没有葡萄园 田地和种子 我们只住帐篷 我们听从祖先约拿达 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并且照着去行 但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上来攻打这地的时候 我们就说 来吧 为了迦勒底和亚兰人的军队的缘故 我们到耶路撒冷去 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 你们不接受管教 不听我的话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吩咐 他的子孙不可喝酒的话 他们已经实行了 他们直到今日都不喝酒 因为他们听从了 他们祖先的吩咐 至于我 我不断告诫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我 我不断拆遣我的仆人众先知 到你们那里去 对你们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离开自己的恶道 改正你们的行为 不可随从侍奉别神 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 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土地上 只是你们毫不在意 也没有听从我 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的子孙 实行了他们祖先吩咐他们的命令 但这人民没有听从我 因此 耶和华万军的神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啊 我必使我对他们预告过的一切灾祸 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因为我对他们说话 他们却不听从 我呼唤他们 他们却不回应 伊利米对利甲族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因为你们听从了你们祖先 约拿达的吩咐 谨守他的一切命令 又照着他吩咐你们的一切去行 所以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 必永远不断有人在我面前示例